与此同时,在曾经的凤凰皇朝的桃花雾内,一抹红色身影如同跌落凡间的仙子一般在桃林中信不走,清风拂面而过,桃花纷飞洒落,那红色衣摆随着她的走动轻轻浮动,自当初离开就不曾回来,如今再看看这里,感觉这里一切似乎没有变过,她心下感慨,有些百感交集。 正当她在桃林中走时,隐隐就听见一道熟悉的说话声音传来。 这地方就是小九的桃花雾,以前她经常来这里小住,难得你们回来一趟,便好好看看吧。 凤九威亚,进而露出笑意来,原来是她的哥哥,这是带着凤爷他们过来玩吗? 心下想着,便连起一身气息,寻着声音而去。 来到一处桃林时,果然见他们都在那里,只见他哥站在树下,凤义和赵阳两人则坐在一棵桃树上,荡着脚。 凤九微微一笑,将自己身影藏好,摘了一朵桃花朝凤燕飞去,树下关系领见了,当即一赫。 什么人? 同时伸手拦下的那朵桃花。 见此,凤九脸上笑意加深,他再射出几朵桃花,而这一回不仅是席向凤叶和赵阳,同时还席向了关系领。 关系领拦下一些,见那些桃花并不有多灵力,而且也并不杀气。 心下疑惑,他微退开了去,他朝那桃花飞去的方向看,隐隐看见一抹红色的衣角,不由一喜。 是小九,小九到了吗? 这丫头,到了居然也不出现,还躲在暗处戏弄他们。 他暗自摇头,就见凤九探出身来,朝他挥了挥手,而这时,凤叶和赵阳两人则喊着。 什么人,敢偷袭我? 两人从桃树上跃了下来,一边闪躲,直到飞来的桃花停了下来,他们才看清从桃树后面走出来的红色身影。 哎,是小侄女啊。 凤姐姐,赵阳看到她也很是开心,小跑来到她的身边,凤九伸手摸了摸她的头。 杨阳的身法练得不错,要继续努力啊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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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